蔡英文总统上任后宣誓2017是台湾拼经济年 高雄该如何配合中央政策 市议员黄淑美在总质询中提出协助传统产业转型 更重要的是由政府带动减税政策 先照顾好人民的荷包 大家才有能力一起拼经济 高雄力拼传统工业转型发展经济的同时 如何让企业愿意投资带动产业发展 市议员黄淑美以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 推动的减税策略为例 建议市府财政局也能够参考 透过减税来响应中央的2017拼经济年政策 川普他认为说 其实你让白税自己有钱 他有钱他就会去消费 他如果感觉他开了消费他就会去 所以这些都是渐渐续续的是刺激了经济 那你认为这个中央要由中央来减税 那地方呢 房屋税像我们有一些地段率我们就觉得有一些该调降我们就调降 甚至我们上个月也公布了我们的那个免税的那个基础 从10万条高到10万5 我们税监处就主动 所以今年的房屋税不会再涨了 是不是这样 对于是否能透过减税达到带动经济发展的目标 财政局除了表达认同之外 也说明是否针对地方税也有减免措施 尤其地价税和房屋税的调整最让民众有感 提出了这个减税就经济 那我们看到这个川普一上任呢 其实他为了救经济也大刀扩护的 把这个企业税从35%减到15%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财政局可以在地方税里面呢 把它大力的减掉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两年一次的地价税调涨呢 也可以顺应民意或者顺应这个景气的关系呢 可以减掉地价税 除了提出减税救经济策略 黄鼠美也认为高雄必须摆脱过去的传统产业 朝新兴产业为主的方向迈进 才能加速产业转型脚步 同时政府相关单位也必须有效整合 提供更友善的招商环境和条件 才能为高雄带来更多经济发展的机会 港都新闻李正道黄莱军采访报导